那学习完这个节省内容之后呢 我们有两个作业 第一个作业呢 大概需要去天晚上和明天上午的时候来写一下 我们要去抓取豆瓣上的一些数据 然而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能看见豆瓣上是有很多人抓什么投书呀 对吧 电影呢 我们就不抓这些东西了 我们抓一下电视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电视这个地方呢 下面有几个分类 对不对 这手机版的才有的 有美剧音剧国产剧 那么作业呢 就是把这三个分类下面的数据 全部抓下来 那么比如说找一个 找一个分类去看一下 大家其实可以明白 我们抓一个分类 我们抓三个分类 其实是一样的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我们也非常清楚 我们要数据呢 其实就是在 items里面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写一下items 再进行下过滤 对吧 我们翻一下页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 最后是0 这变成18了 对不对 我们再翻一页 往说比较慢了 久了点 不应该呀 点错了 有可能是上期的同学正在抓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他就反过来比较慢哈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作业 大家可以看到 接着是有的 下面对不对 大家能看见吧 这个URG变成的规律 先是0 然后18 然后36 然后54 对吧 start 不能增加 不能增加 对吧 之后我们刚刚分析的那个URG是一模一样的 URG是一模一样的 里面很多算是没有必要要的 比如说那个callback 对不对 我们要到数据呢 其实在这里面 在这个subject的collectionitems里面 每个字典呢 就是一个 就是一波电视的信息 对不对 我们要抓的是把这里面的所有字典抓下来 这个时候呢 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该怎么写这个程序了 我们该怎么写这个程序了 我们可以构造一对URG出来吗 可以构造一对URG出来吗 然后呢 就编定它 然后挨个请求 可以这样来做吗 可以吗 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分类 我不知道它一共有多少页 我们是构造100页呢 还是构造1000页呢 是不是不可以啊 我们要抓全部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得判断 它一共有多少页 对不对 要判断有多少页的时候呢 最开始肯定我们是判断不了的 所以最开始呢 我们应该先抓一页 抓一页之后呢 我们再去寻找下页URG 再去构造下页的URG 再去请求下一页 那在构造下页的URG 的时候呢 我们得判断它是否有下一页 对不对 那如何判断它是否有下一页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它里面的 这个数据的个数来判断呀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共是18条 如果我们发现 某页的数据里面 没有18条 或者比18条要小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没有下一页了 对不对 我们下一个URG 就不应该构造了 对吧 我们现在如果写个URG URG 在这个地方就应该停止了 对吧 如果说它还有下一页 那我们应该接着去请求 对不对 直到它包含的数据的条数呢 比18个要小 是不是可以这样再做呀 除了这种数据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数据是什么呢 大家看这里有个total字段 对不对 total字段我们可以猜 猜是什么呢 猜它是当前这个分的里面 一共有的数据的个数 对不对 一共有1013条 什么意思呢 只要当前这个style对应的值 比这个值要小 我们就可以重新的让它加18 再去请求 对不对 如果它比这个值要大 那说明已经到最后一页了 对不对 我们就不应该再去请求了 是不是两个方法都是可以的呀 就差不多 那这个事情呢 大家今天下午 今天晚上和明天上午的时候来写一下 那么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呢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要获取36克 这个网站上所有的新闻数据 我们看一下这个网站 大家刚刚有没有注意到 这里有个东西在转呀 为什么是刚刚这个地方有东西在转呢 前面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数据出来了吗 为什么这个地方刚刚还在转呢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有一部分数据 是通过GS加载出来的 对不对 能理解吧 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抓取 当前这个页面上所有的新闻 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这些内容 还有右边这些内容 以及这些内容 能全部要抓下来 那抓下来该怎么抓呢 我们肯定是不会让大家 直接去复制粘贴 对不对 没有意义对吧 我们要通过程序来做 通过程序来做 我们前面只学过Json 那说明这些数据呢 肯定就是在Json里面 对不对 那这个Json是哪个URL记址对那Json的 我们要检查对吧 然后呢刷新一遍 这个URL记址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他第一个URL记址 我们得确定里面有没有我们想的数据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来搜一下 那比如说搜什么呢 我们搜一下这个游戏直播是不是 看一下这里是不是就有的呀 这一行在哪一行呢 是不是就28行呀 那我们去28行就开始看一下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呀 所以在哪呢 是不是在这样一个sq标签里面呢 看见吗 然后我们看一下结尾 也是一个sq标签 闭合的标签对不对 那说明数据在哪呢 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字典形式的这样一个Json呢 它是在这个sq标签里面的 所以说我们只要把里面数据呢 把它给提取出来就完事了对不对 那怎么提取呢 我们就要用到正则了对吧 那正则呢 我们等一下也会来复习 我明天的时候会来复习 那么今天呢 我们只是简单用一下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提取来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可以来新建一个py 来尝试一下这个事情 03 36kr 也是一样的 import一下re 我们等一下要用import一下request 那么 我们或者用之前那个方法 from parse ul import parse ul 然后ur地址 就是这样一个地址 拿过来 对吧 那么htmstr呢 htmr字符串呢 就是parse ul 把ur放进去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得到一个字符串 得一个字符串之后呢 我们re.findor 还记得这个方法吧 返回一个列表 去通过正则匹配内容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从htmstr里面中匹配 那正则该怎么写呢 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想要的那部分呢 扩起来就可以了 前面后面这儿写 我们想的是这一部分 对不对 然后这里写点心问号就好了 对吧 然后后面呢 也是闭合的一个screw标签 对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那到处呢 它就会帮助我们 把这中间这一部分内容提出来 而中间这一部分呢 刚好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一部分内容 但是在这里 大家也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它能不能 比如说前面这个screw标签 以及后面这个screw标签 能不能帮助我们 微微的确定中间这部分内容 它有可能有好几个地方 都是这个样子的 中间都有这样的内容 对不对 那我们得到结果 肯定就是不为一了 对吧 那我们需要来尝试搜一下 搜什么呢 我们就搜一下plop 如果plop就这一个地方有 那说明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它能够帮助我们确定数据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发现呢 plop呢 一共有三个内容 第一个是在这里 对吧 第二个是在这 这个和screw标签 肯定不一样 对吧 那这个是在这 那说明什么呢 plop呢 就这个地方有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用ret来接受一下 我们print一下ret 是不是就有的呀 在这样一个列表里面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可以取代第0个 是不是就像一个json字符串呀 这些字符串取到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json 把它nose出来呀 装一个字典 对不对 那importjson 那json呢 点lose 对吧 ret 是不是就转化成了 passion的呀 我们用ret 再来接受一下 我们print一下 ret 跑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这个地方呢 报了个错 我们看一下什么错呢 json decode error json解码失败 对不对 额外的数据 在第一行 136996列 那遇到这个错误 我们该怎么办呢 json可以猜一下 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是不是结算字符串 本身的原因呀 那我们遇到这个错误 该怎么办呀 它提示的非常清楚 在第一行 这一列有错误 那对应的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去 这一行 这一列去找一下呀 那我们怎么找呢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挨个去找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写到本地呀 那位置open 36kr.json 然后呢 w方式写入 f.write 写入什么呢 写入ret ret这个时候 已经是一个 也是个字符串 对不对 重新跑一下程序 那这个地方呢 报了这样的错误 小了个encoding 对不对 utf-8 重新跑一遍 程序看一下结果 136997列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36克 在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 这其实是一行 对不对 我们只是把它 折叠起来了而已 对吧 这其实是一行 那这一行 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一行的这一列 我们数吧 这是第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一直数到这么多 是不是就可以数出来了呀 是不是费劲啊 那其实呢 我们有更简单的方法 来做这个事情 什么方法呢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右下角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11011 它就是表示的是 当前我们鼠标坐在位置 光标坐在位置 这是前面 帽子前面表示行 后面是镍 那我们只要去 这一镍就好了 对不对 136997镍 对吧 等一下OK 是不是在这了呀 他说这有问题 这有错误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错误是什么 那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这会报错 为什么会报错呀 看一下 我们所有的字符上呢 都是这种双一号引起来的 但是都cational了 它并没有以双一号引起来 对不对 这地方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但就算还有个等号在这里 对不对 等号等于一个什么呢 好像等于一个字典 对吧 大家这个时候可以猜一下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是不是有可能当前这个阶神里面 它其实是有两个阶神的 这个冒号 豆号前面是个阶神 豆号后面是另外一个阶神的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呀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需要注意另外一点 在阶神里面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分别使用A的方式 往一个本地写入两个阶神文件 往一个文件中写入 多个阶神串 我们能够把它读出来吗 能够把它读出来吗 我们能够使用阶神豆子 比如说我先写一个字典进去 又写一个字典进去 我们使用能够使用阶神豆子 把它两个字典多读出来吗 肯定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写入两个阶神字符串的时候 它就不再是一个阶神字符串了 就不再能够使用阶神豆子 把它读出来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不再是一个阶神串 不能直接读取对吧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呀 我们是不是可以按行读呀 比如说一行写一个阶神串 按照行来读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个read9的方法呀 read9就是一行一行的读嘛 对不对 那读一行是一个阶神串 读一行是一个阶神串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出来 如果我们直接想一次把阶神串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我们把它先放到一个大列表里面去 再把它放进去 才是可以一下读出来 那读出来之后呢 就是一个大列表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一个文件写入写入多个阶神串的话呢 是不可能一次把它读出来的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特别注意哈 那这个地方呢 这所问题出现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两个阶神字符串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阶神字符串是什么 下面这个阶神字符串呢 好像是一堆没用的东西 大家看见没 好像和新闻并不相关 对不对 是不是和不相关呀 没有什么新闻的数据 所以说呢 后面这一堆内容呢 我们其实可以不要的 对吧 那不要的话呢 我们在写正能表达的时候呢 后面这一堆呢 就可以直接忽略掉 对不对 那直接忽略掉 怎么忽略呢 这就完事了 我们不要在后面了 对不对 那么返回来也是 都括号里面了 对吧 那关于正在后面会讲 大家先熟悉一下就可以了 重新跑一遍程序 看一下结果 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就没有爆错 是不是就出来了呀 然后对应的 之前的小杰森呢 就是这个样子 刚好到这里结束了 对不对 是不是 location的那段 是不是就没有了呀 所以这个地方呢 大家就需要注意的 就是两点 第一点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说的这一点 我们往杰森中 写入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做一个整理写进去 才可以把它做一个整理读出来 那么连续的复诊的写呢 是不可能一次把它全部读出来的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 后续如果在某一个地方发生 使用json报错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去找 它对应的是哪个位置在报错 对不对 那么最好的方式呢 是把它先写到本地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去对应的行和列 去寻找 到底是哪个地方报错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了 这个地方能明白吗 能明白对吧 那么这是关于这样一个练习 就是这样一个练习的东西 就是这样一个练习的东西 就是这样一个练习的东西